- 都可以的话 我就跟你们聊一会了 - 坦坦喜欢我 - 我倒不觉得坦坦他喜欢我 - 就是 - 我对他也是有 - 其实我就是昨天就是送他回去嘛 - 然后他也没让我送嘛 - 就是送到送到一个一段路嘛 - 然后他就自己回去嘛 - 可能他就是有点不开心了 - 因为感觉今天他是有点不开心什么 - 然后可能我这个也就是 - 我就是对他有点好感 - 可能也太直接了一点吧 - 就是毕竟也刚认识他 - 就是反正 - 就是跟他慢慢处了 - 慢慢相处了 - 就是不知道我跟他合不合适啊 - 如果你们你们看我 - 你们觉得我跟他合适吗 - 如果说觉得我跟他合适的话 - 如果说觉得我跟他合适的话 - 就是扣个一我看一下 - 看我觉得不知道跟他合不合适 - 因为我觉得他也能也挺不错的 - 然后也挺漂亮的 - 然后人品啊做事都挺好的 - 对如果合适的话 - 你们扣个一我看一下 - 对现在就是时间短嘛 - 就是瞬其自然慢慢来嘛 - 现在就是时间短嘛 - 嗯 大家都觉得合适是吗 - 嗯 嗯 - 嗯 合适的话就是慢慢 - 就是想着慢慢跟他相处了 - 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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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ъer - 嗯 - 嗯 - 嗯 因为我昨天也是可能是太直接的说 晚上要送他回去的话 可能就是太直接了 大家帮我想一下 如果说我送他礼物的话 要什么什么好了 就是说就是 就是普通的朋友 有一个送礼物的一个名义吧 看有什么 就是我不知道也 不知道送什么好 你们帮我想一下看送什么好 就是说现在的情况下 送什么比较合适一点 就是说送什么东西 说他比较能接受的话 就是比较容易接受 就是以我们目前的一个关系 他比较容易接受的话 看送什么好 大家都说送花是吧 送花送项链 对我是想送他那送送量电瓶车给他嘛 因为有时候然后他也我经常也看到他说啊 坐公交车上班嘛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送坐公交车也挺麻烦的 我就就送个电瓶车给他就有时候上班方便一点 因为你那个坐公交车也是每天要等 然后又挤 然后有一辆电动车的话 他就比较方便了 我就想着说想着说说送一辆电动车给他 你们觉得送电动车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刚好他有需求是吧 然后啊这个嗯也就是也也挺好的 你觉得送电动车我送电动车可以的话 你呃家人们你看一下怎么样觉得可以的话 抠个一我看一下就我送通送送送一下电动车 看合不合适 觉得行的话 抠个一如果说觉得这个主意不大行了 这个礼物不大行 你们抠个二帮我看一下看怎么样 一和二都有啊 但我觉得他这个电动车是比较有需求的 我来了 你来了 那那你不会活吧 你们在聊什么呢 没聊什么 就是说给你就 整辆电动车什么的吧 嗯 嗯 我给你工作上用嘛是吧 送我什么 电动车嘛 都送你电动车 你那不是经常我看你说坐公交车也 也挺挺那个的 嗯 电动车太贵重了 没事就 呃就是我是可以承担吧 不会很贵重 两三千块也不贵重了 但是我才上班没几天 你都不怕我跑路了 把你的电动车都骗走了 嗯 那你不是亏大的吗 对不对 不会不会把我电动车骗走了 要不把我人也骗走了 把你也骗走了 把我也骗走了 把你骗哪啊 我把你骗走了你走吗 嗯 把我骗走了 把我骗走了 那我跟着你走呗 真的 跟着你走 你先走了 这三千多人啊 这是假人还是又增加了假人 还是怎么样 我们播的时间越长假人就越多了知道吗 现在应该有两千五百个假人了 那等一下再播一会儿不就能更多了 嗯 再播一会儿的话就可能有三千个假人 嗯 现在的话有两千五百个假人 哦 现在有两千五百个假人 嗯 然后 我们俩再播半个小时应该就会有三千个假人 嗯 然后再付点钱 啊 什么搞个啊 什么点赞三十万的还是四十 付个一二十块 付个十块钱 我今天跟你直播我亏会儿了啊 付个十块钱我帮你出 你帮我出啊 哈哈 你家人们咱们给他点个赞吧 他他想再要付费多少钱 你想要十块钱 付个十块钱就好了 想要十块钱了 那就现在二十三万 然后三十三万 三十三万 三十五啊 三十五比较好评 三十五啊 行 三十五还要再付十二块钱 十二块钱 好 来 家人们来 我们再破费一下 老板玩上瘾了 这挺好 我数三二一 然后家人们来给他整个十二块钱的 三十五万的点赞啊 家人们 三二一 来咱们试试能不能把这个收费点赞给点出来 这直播间一共就五百个人 如果能点出双倍点赞 就相当于五百个人都给你点赞了 知道吗 那很厉害啊 那对啊 那就很厉害了 对吧 就五百个人 就五百个人一起给你点赞 家人们咱们把赞赞点起来好不好 这个挺好吃的 你试一下 这个挺好吃的 家人们来帮唐唐点点赞 双倍点赞点不出来了 现在只有四百七十个人啊 要五百个人点 才能把双倍点赞点出来 知道吗 但是我们也能点到 你要三十五万是吗 对啊 你要三十五万点赞 对 好 你要这点赞干嘛了 我觉得挺好看的 好看 数字好看 好 好 就跟我们有时候有的一些车牌号 什么八个八 然后就是觉得比较好看呢 嗯 好的好的好的 对 好 三十五万了 你喜欢三十五啊 对 三十五是什么寓意啊 嗯 没什么寓意吧 就很喜欢的数字嘛 但是我跟你讲啊 电瓶车你就别送了 老板 嗯 你哥是 我刚来公司几天 你就送我电瓶车 然后别的同事看到会吃醋的 然后会给我穿小鞋的 你知道吗 嗯 不会啊 有我在 他们怎么会给你穿小鞋啊 会的呀 你又不可能天天跟我在一起 那 那有人给你穿小鞋 你就跟我讲 是吧 不要 因为工作当中就是 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 就不要 就去 搞这些事情了 你跟我讲 我去 教育他们 因为工作就是工作 你还给别人穿什么 什么小鞋 七七八八 你每个员工来公司每两天你就送电瓶车 没有 那没有 那没有 那我这个是 分能了 就是说 就是比较好的一些人 我会去这样子做 比较好的人才会这样子 不是说每个人 一进来我都得给他送电瓶车什么的 那送不了 得看 就是说 看一些好好一点的人 我觉得好的人我就想送给他 谢谢 谢谢老板的肯定 但是确实 电瓶车我觉得还是不能收 就是 你 你这样咱俩 咱俩那个合同还没签呢 你这个不着急 这个我们 过后再签也可以 这个不着急 我跟你合同都没签了 然后你就送我电瓶车 然后我真的带你电瓶车跑咯 我跟你讲 我们俩都没有合同了 那没关系 那那那跑不了 跑不了 你怎么知道跑不了呢 就 就说了嘛 要跑 把我 你也把我带走吧 是吧 把你也带走啊 对 那我要去别的公司打工了 你跟我一起去 嗯 嗯 那不行 对吧 那你就吃了嘛 那你怎么跟我走啊 嗯 对吧 所以我要在公司里面生存 咱们俩呢 下班了之后 比如说我要是直播 嗯 然后咱们俩可以多聊聊天 然后嗯 你帮我点个咖啡啊 点个水果都可以 可以啊 但是在公司里面 你别对我太好 我知道老板你人很好 你觉得我挺可怜的 一个小姑娘 你在广州无依无靠 我理解 但是你对我太好的话 你不懂 你是老板 你不懂 就是我们员工之间的话 他们会勾心斗角 就是会真的会有人给我穿小鞋 嗯 知道吗 这样我 这样我很难 嗯 就反正就是说 如果有像这种事情发生 你可以大胆的跟我说 没事不用怕 我干嘛要打小报告啊 对对对 不是说 这个不是说打小报告 只是说你要把下面的一个 因为你身为助理嘛 你肯定要把下面一些公司的一些事情 然后跟我汇报一下 因为我也不能说 每时每刻盯着公司的上的东西 所以你这些你汇报给我 我才知道是吧 嗯 对 因为这也是你 不是说你打小报告 这也是你一个助理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工作责任吧 对吧 嗯 嗯 好 就是打小报告也是我的责任吗 嗯 这个不算是打小报告 我都说了 这不是打小报告 这是说你一个 一些公司一个 就是员工的一些情况嘛 然后公司一个整体的情况嘛 就是说 这些也是在你的一个工作范围之内 对 嗯 嗯 好的 哇 都40 多了 都我说35 35 那现在41 都多花几块钱了 这么快 嗯 现在花了41块钱哦 嗯 这 这啊 我今天一半的工资都没有了 那等一下到50就是50块钱了 50万占个50块钱 对啊 那这个挺快的 你还挣不心疼钱啊 还蛮笑一跳 滑滑下来了 老板你谈过你朋友吗 嗯 谈过 以前有谈过 但很早了 很多年都没有谈恋爱这些了 很多年都没有谈恋爱了 因为这几年都在忙工作什么的 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也没有时间去谈你朋友这些 哦 等一下哦 我弄一下 那怎么往下回 我把这边讲 太重了 我看看 哎呀哎呀 别逗了 他们喊我唐总你怎么看 你猜他们为什么喊我唐总 为什么喊你唐总啊 我都不知道 对啊 你觉得他们为 你名字 为什么喊你唐总啊 你觉得呢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喊我唐总呀 我又没生你做副总 终于喊唐总 就是我的梦想一直是成为一个老总 所以说我就总是跟叔叔阿姨们说 就多喊我唐总 有一天我就会当上大老板了 这样子 难怪他们就是说他 我看他们有很多人都喊你唐总唐总的 对啊 就是说你也想 就是说自己以后做事业做好 然后做公司做个老板是吧 对啊这是我的梦想 所以我才来到你的身边来学习 那你这个就是得好好努力了 因为想做公司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是吧 现在经济条件也就是社会经济状况也不好 是吧 经济萧条 如果说想你自己想以后做公司什么的 你是要多多学吗 还是要多学 所以说在我这边可以 就是多看多学跟着我多看多学 那你觉得我有一天有可能像你一样优秀吗 变成一个像你这样的大老板吗 有可能有可能 你就说跟在我这边多学一下 是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离 我离你的距离 老板你觉得还差几年啊 或者还差多少 差个六七年吧 五六年六七年五六年左右吧 就是我 差到五六年 可能 有机会吧 五六五六年之后 有机会做到你这样吗 嗯 有机会 有机会 太快了 太快了 家人们 嗯 我觉得王总真的很器重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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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六七年 我努力加油 对 好努力 有一天成为像你一样优秀的人 嗯 好 哈哈 因为我又看到这上面有好多说阿伟阿伟的 嗯 说阿伟跟你怎么样 我昨天也看到今天也看到的 这阿伟是谁啊 哎呦 我看人家说阿伟阿伟的 阿伟 阿伟 就是啊 嗯 我以前喜欢一个男孩子 喜欢一个男孩子 嗯 嗯 嗯 他 你喜欢他什么 我喜欢他什么 对 对 就是你喜欢的一个男孩子类型是什么样子 就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 或者说这个阿伟他是 嗯 就 你喜欢他什么 嗯 嗯 喜欢他 喜欢他 嗯 嗯 或者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喜欢男孩子是什么样子的 喜欢男孩子善良 嗯 然后 能对我开心 嗯 性格好 嗯 父母通情打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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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嗯 是这样的 哦 他多高啊 他多高啊 跟你差不多啊 跟我差不多 你俩差不多高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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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